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期春夏鞋子合计 那这些的鞋子呢就是以些玛丽争为主 然后加上几双凉鞋嘛 都是我自己购买的 没有任何的推广 然后都是我自己出门测了一段时间 再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记得这些事情 大家有帮助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 并帮我点赞 投资转上下吧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第一双呢 就是这一双蓝色的鞋子 装鞋子的话 它是70块钱嘛 就是我当时看图片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 它特别好看嘛 我买了一货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色差 大家可以直接参考 我项目里面的这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那种 很淡的那种雾霾蓝色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有气质 然后呢 它的这个跟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我觉得 是我平时穿的话 还是蛮舒服 因为就有些跟高 有时候穿着的话 出门走路啊 走个一段时间 它就可能会很累脚嘛 这个它就不太会 因为它这个皮质呢 是比较软的 然后旁边的话 也是可以调节 它解一个松紧程度的嘛 就这双蓝色的话 我自己穿着 它后面会稍微有一点点膜 脚后跟 然后呢 就是这双鞋子 它前面这个头 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太穿了 就是可能 没有那么好看吧 我觉得它这个鞋型 要是做得更好看一点 我就会更喜欢一些 第二双呢 就是这一双棕色的鞋 这双鞋子和刚刚那双蓝色 是在一家店铺买 它价钱的话 就要便宜一块钱嘛 但是它这个鞋子的鞋型呢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鞋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前面的话 是一个那种 稍微偏圆头的设计 就是它就显得我的脚特别秀气 就是那种很小巧的感觉 不会特别满的那种吧 因为这种鞋子的话 你就搭配那种小瓶子穿的话 它就会显得秀气一点 会更好看一些嘛 然后旁边的话 也是有一个盘扣 他们家的鞋子 就是盘扣上面 是做了这种松紧的 你自己调了以后 它还是有一点点容量的 然后前面呢 它是做了这种尺状 这双鞋子呢 它也是没有那种跟高的 就是我自己平时穿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是刚刚好一脚 不大也不小嘛 但是呢就是它这个鞋子上面是 做了一个那种尺状的设计 就是你穿着以后 它这个会稍微有一点点 个后面的那个脚后跟 它不是那种魔爪的感觉 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个 然后呢就是这个鞋底 它是比较硬的鞋底 所以说你穿个 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点那脚就穿着了以后 然后呢就是我买了两双同款 不同色的鞋子 就是69块钱一双嘛 一个是这个淡紫色 这个淡紫色的话 它就可能就是会稍微有特色一点 一个比较温柔的颜色嘛 你可以搭配这种同色系的衣服啊 或搭配那种小白裙啊 然后就是这个咖啡色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咖啡 它会更百搭一些 就是它穿的是很有气质的 像你平时穿小白裙啊 或穿那种黑色的那种 贺本风的裙子 就可以搭配这种鞋子 前面呢是做了一个这种 褶着的鞋子 用这种鞋子来看的话 是这个样子 然后是一个那种 稍微斜一点的这种头嘛 它也是没有跟的 就是一个那种平底的鞋子 但这双鞋子的话 穿着其实还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鞋面的这个皮质啊 和它这个鞋底啊 都是这种比较软的嘛 穿着的话其实还挺舒服的 但是我个人的话 就是穿这双鞋子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鞋子它就是 不算那种特别百搭的单品吧 就是它只适合搭配这种小裙子 其他的话就不太适合 就他们俩 我自己试穿下来的话 我觉得走路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双鞋子的话 真的还蛮软的 就是那种 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一双鞋子吧 第五双呢 就是这一双黄色的鞋子 这双鞋子的话也是70多块钱嘛 但这双鞋子呢 就是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 它整个鞋子的那个感觉的 因为它这个鞋型的话 是这个样子 也是一个那种 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 五斜的感觉嘛 前面是做了一个这种 分开的这种设计 然后呢 它这个袋子的话 也是一个那种不同的宽度嘛 就还蛮有设计感的 就是这个颜色的话 它和图片色差有点点太大了 因为图片的颜色是一个那种 保护度低一点点 但是拿到水后 这个鞋子的话 就稍微亮一点点的颜色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 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这个鞋子的话 它真的特别特别舒服 它这个鞋皮的话 就这个皮质啊 真的特别特别乱 尤其是你走路的话 它真的很舒服 完全不会觉得磨脚啊 也不会累脚的 这个鞋底也是很软的 因为它也是一个那种 没有很高的一个根嘛 其实我自己觉得的话 还蛮好穿的 就是它这个颜色 会有一点点色差 太大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一双 SIM色的这种 玛丽针单鞋 这个呢 它就是75块钱嘛 这双鞋子的话 其实它整体的设计 我很喜欢 但是它这个鞋型的话 就穿上脚 真的觉得很好看 很温柔的一双鞋子 你搭配夏天的那些 小裙子啊 或者说搭配那种 裤装啊 都还是可以的 它就是那种 稍微有气质感一点点嘛 而且它这个根高呢 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高度 比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 那些鞋子的话 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小个子穿着的话 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效果 但是呢 它又不会特别累脚 但是呢 这双鞋子的话 就是我自己穿着 因为它前面是这个样子 一根那种 稍微平一点的设计嘛 所以说我自己的大拇指 是有一点点粗粗的 就你穿上脚以后 会觉得那个大拇指 挤得有点不太舒服 就是从上面 往下面压 就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它不太适合脚背 比较高的姐妹 然后呢 就是你穿着的话 走久了以后 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点点磨脚后跟 说到四色带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的话 是我去年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自己日常 真的穿到蛮多的一双鞋子 它是这个样子 前面的话 是一个稍微偏 那种方圆里的那种设计吧 然后呢 前面它后面 是有一个这种袋子 这个袋子 它是有松紧的 就这样子 旁边还加了真珠嘛 而且它的跟当 也是有个那种 两到三厘米 像这个鞋子的话 就是我去年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真的穿了 很着急的鞋子 也是大家跟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嘛 对于这双鞋子的话 它自己穿起来的话 它其实很舒服 但是呢 就为你天气热一点 会有一点点牛海 然后其他的话 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它这个皮质真的很转啊 穿着脚上 是不太会容易磨脚的 就是它也不会磨脚后跟 但是呢 就是这双鞋子的话 嗯 它们家店铺的话 好像就是经常有活动 会买一送一一 大家可以去蹲一下 它们家活动 然后就是我自己穿走了以后 它这个珍珠 就有时候 去年的话 它就断了嘛 然后是我自己接上去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那种品货问题 还有呢 就是这样一双黑色的 这种玛丽真单鞋 这双鞋子的话 他们家店铺有四个颜色嘛 我就买这个黑色 我觉得这个灰色 会更有气质一点 但是我看他们家店铺评论里面 就有人说 其他的颜色 可能色差会有一点大吧 但是这双鞋子的话 我还蛮喜欢的 它就整个一个那种 比较偏气质碰的一双鞋子 旁边的话也是有盘扣 它这个跟呢 就是我这次买的鞋子 那装跟是比较高的 对小个子还蛮友好的 而是能穿着的话 它前面就不会像 刚刚在他们家买的那双鞋子一样 会挤大拇指 它这个的话 鞋型很好看 但是呢 它是稍微高一点点那种 所以说穿着的话 是不太容易挤大拇指的 然后呢 就是后面的话 穿着的话 你穿久了以后 它会有一点点抹角后感 你贴一个那种 创过贴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也还挺好穿的一双鞋子 就平时的话 你给大家那种小黑裙啊 就还挺有气质的 然后呢 就是两双这种 黑白拼颜色的小皮鞋 像最近两年的话 这种鞋子真的超级火嘛 首先呢 就是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的话 就是我在拼颜项目买的话 就68块钱嘛 那这双鞋子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刚开始你上脚了以后 就会觉得会有一点点抹角 但是呢 我自己后面穿走了以后 我觉得又还好了 因为它这个价钱的话 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 因为它前面的话 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稍微宽一点点 虽然说它很宽 但是呢 还不会显得脚很满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穿着的话 其实还是蛮显脚细的 然后前面的话 是一个这种 这种粘扣的设计 上面是带了一个那种珍珠啊 然后还有这种链子嘛 就这个设计的话 可能它会有一点点显年价感 因为它上面的话 会有一些那种小线头啊 做工夫是 可能细节处理的 不算特别好吧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的话 穿着还是蛮好看的 它是挺好搭配衣服的 我自己平时的话 搭配一些那种黑白偏色的 那种小裙子啊 或者说搭配一个那种 稍微偏气质风格 一定呢 你就可以搭配这种 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也挺好穿的 它这个鞋底呢 不算那种特别硬的鞋底 其实我自己穿出门 那天穿了一个下午吧 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觉 因为一直在走路啊 但是的话就是 你前面骑脚跟后面摸挡 都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我觉得还好 还有一双呢 就是这双鞋子 刚刚那双的话 就是一个哑光的嘛 然后这双鞋子 就是我觉得这双鞋子 它整体看起来的话 会比刚刚那双鞋子 会有更有质感一些 因为就是那种光泽感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旁边的话 是一个那种白色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其实跟刚刚那个鞋子 设计差不了太多 因为这个鞋子 它就是旁边是一个盘口 然后刚刚那个 是一个那种粘着的嘛 但这双鞋子呢 它穿着的话 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穿 还蛮舒服的 它不会很内脚 因为它这个皮质的话 是比较软的嘛 不太容易内脚 也不太容易磨脚 就是鞋底的话 就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点点脚板心 就会觉得很累很累 其他的话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这双鞋子的话 也是跟刚刚那双鞋子 就差不多的搭配嘛 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穿的 因为这双鞋子的话 我之前是买了那个 Miu Miu他们家那一双原版 那那个原版的话 穿着真的不太舒服 就是我自己出门 走个十分钟就受不了 所以我就后面又重新 去买了一个这种平替 然后呢 就是这样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的话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双鞋子 可能在我的相机里面 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它跟图片 是差不了太多 我买的是35码 穿着的话是刚刚好一脚的 就不会大也不会小的嘛 它前面呢 是一个稍微尖一点的设计 双鞋子它整个那种 色气的搭配 真的特别温柔 很好看的一个那种鞋子吧 就前面是一个那种偏米色 就是一个那种米灰色 拼接的 然后旁边的话 也是一个那种盘控吧 就真的很好看 而且穿的点还是蛮舒服的 就前面会稍微 有一点点几大拇指 走路走久了以后 其他的话都还好 因为它后面的话 也是做了一个那种 就是怎么说嘞 就是后面的话 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它不会有那种磨脚的情况的 还有呢 就是我在他们家买的 这一双棕色的小鞋子 这双小鞋子的话 它是一个那种 稍微厚一点的根 这双鞋子的话 就是我自己试穿了一次 就没有穿的一双鞋子 因为它这个呢 当时店家上面写的是偏大嘛 我买了35码 35码是最少的码数了 就是我以为 35码买回来我能穿吗 但是买回来以后 就搭了好多 搭了一个手指头 所以说 就是它其实35码 只适合穿36码的鞋子的姐妹穿 就这双鞋子的话 我就没有怎么穿 它其实还是蛮好看 蛮有气质 是一个那种偏华式感一地面的 就有没有穿36码的鞋子的姐妹 喜欢这双鞋子 可以送给你试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这样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 我买的是一个卡奇色 他们店铺是有三个颜色的 我买的这个卡奇色 很百搭的一个颜色 但是拿到手后 它就是有一点脏脏的 灰灰的那种感觉 可能看我的相机 看不太出来 就是它实物的话 真的不太好看 就是拍不出那种感觉来 但是这个鞋子的话 它上脚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一个很软的鞋子嘛 就是它不会有那种不适感 但是呢 就是它这个颜色的话 实在是不太好搭配 就是我个人的话 觉得平时这双鞋子 是我自己使用率比较低的鞋子 然后呢 就是这样一双鞋子 像这双鞋子的话 今年特别火 就是一个鸽子蛋啊 还有前面的话 有一个那种小蝴蝶的啊 搭配那种吊带裙的话 就穿的比较多嘛 因为我之前的话 出去拍图片的话 也是穿的这双鞋子 就穿了有隔半天吧 但这双鞋子呢 它就是 其实看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真的很适合 夏天你出去旅游啊 或者说去拍个照片啊 出去玩的话 穿这双鞋子 但是呢 你要是说 真的穿这双鞋子 去走路的话 真的很难受的 因为它这双鞋子的话 鞋底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它就是直接是一个那种脚板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鞋底后面的话 是一个那种很硬的一块嘛 所以说就你穿走了以后 尤其是你走个大概 半两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就特别累 尤其你脚掌心的话 就觉得很累 所以说就这双鞋子的话 它就是不太实用的鞋子 就只适合当做一个搭配的那种单品 然后呢 就是这样一双绿色的单鞋 这个单鞋的话 其实它这个颜色和它这个设计 我都还蛮喜欢的 它这个颜色是一个那种淡的 那种抹茶绿色啊 真的好温柔 就搭配那种绿色同色系的裙子 或者那种小白裙都挺好看的 然后前面的话 它还蛮有特色的 就是一个那种珍珠啊 然后加上一个这种金属的链条 就是它是不会觉得 年价感的 就是还蛮好看的一双鞋子吧 蛮有质感的 但是呢 就是它这个鞋头的设计 以及它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稍微扁一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所以说呢 就是你的脚稍微高一点点 或者说脚稍微宽一点 你这样穿着的话 就会有一点显得脚很胖 不是那种很显瘦的那种鞋型吧 这个鞋型的话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 它真的只适合脚特别特别 就本身很秀气的姐妹穿 然后呢 就后面的话 是做了一个这种松紧带的 我自己穿着的话 就后面会稍微有一点点磨脚 其他的话其实还好 因为这种鞋子的话 我穿的也不算特别多了 最后呢 就是一双这种棕色的罗马两鞋 其实到夏天以后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去试一试这种鞋子 这种鞋子的话 真的非常百搭又很好穿 而且很耐穿 这种鞋子说我去年买的 但是我一直穿到了现在嘛 首先它这个颜色的话 就很百搭嘛 你可以搭配那种 偏法式感一点 或者搭配小白裙的话 都挺好看的 虽然说它没有跟 但是呢 我觉得也就是穿那种 稍微长一点的长裙啊 也还挺好看的 它其实比那种 带跟的鞋子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前面的话 就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鞋子 它真的特别百搭 而且很好穿 我自己就穿出门一天 都不会觉得内脚 因为它这个后鞋带的话 是那种软软的那种鞋带嘛 你就完全不会觉得磨脚的 就这种鞋子的话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穿 大家夏天可以去试一试 这种鞋子 今天呢 就是久违的鞋子合集啦 小娜的 我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别忘了